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你好 元醫生 你好 大家好 元醫生 我相信我們今天講的題目 很多人都會經歷過 就是說失眠 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試過失眠 未必是長期或者經常都是這樣 即是來不中 我也會有這個問題 可能即是歡樂之後 那晚太興奮了 睡不著等等 但是似乎現在 在現今的世界上 好像是一個趨勢 即是失眠已經好像變成一個流行病 有調查數據顯示 每四個人之中 都有一位的朋友 經常都會睡得很差 睡得不好等等 而在美國那邊 也做過一個調查 大約有43%的美國人 是由13至60歲之間 他們都是覺得 在平日 即是星期一至星期五的時候 最少都會有一晚睡得不好 而大約有60%的人 就說他們經歷了每一晚 都會有睡眠的問題 例如打鼻寒 睡得不好 或是晚上起床 或是預計的時間之中 被預計的時間之中醒得早 甚至乎當他們起床 覺得好像沒有睡覺的狀況 也有三分之二 有63%的美國人 就說他們在平日的晚上的時候 他們睡覺希望可以睡到有七個七個半小時 但是在調查報告他們 有15%的成年人 即是19至60歲的人士 或者有7%的13至18歲的年輕人 都說他們每一晚 其實可能都是睡得到 是少於六個小時 那究竟為什麼現在 我們現代人睡眠的質素 那麼差 不像以前那樣 一睡就好像睡到一隻死豬 那樣 這方面可不可以原生給我們一些資料 那這個大家相信都經歷過 有時身份仔都會的 大人都有臭身份仔飯 身份仔總是睡得不太好 是啊 所以我們曾經看數據 他說全世界來說 起碼有四分之一的人 但美國就不止 差不多43% 他說差不多 基本上沒有什麼 哪一晚好睡 有什麼好睡的日子 是很少好笑的 就是很明顯的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流行病 不單止是整個全世界的趨勢 那為什麼呢 背後是什麼原因 令我們這些人 睡覺的問題那麼嚴重 睡得那麼差呢 那有好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那個身體的毛病 就是身體的病 有些人有很多不同的病 這些病都影響他們睡覺 那譬如你有心臟問題 有心臟病 那個人過分肥胖 那個情緒低落 還有很多自身免疫的問題 癌症 或者苦科那些問題 可能受傷 關節痛 不同的痛症 其實很多的病 都會令到那個人睡覺質素差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他們發現呢 很多時候呢 是我們內分泌的毛病 我們內分泌 荷爾蒙的不平衡呢 比如好像男性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卵巢素 所謂的高軟素 Testosterone 和女性的那個 那個黃體激素 這些呢 都會導致那個睡覺問題的 那 我們都經常都感覺到 很多時候年紀大一點的人呢 都會有這些這樣的 就是會睡得差一點的 那這些的荷爾蒙呢 當然呢 都是除症年紀大呢 是有開始遞減 有些這樣的 不平衡的出現 那這個是一個主要的 就是一個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現在的人呢 是毛病多了的 那多病的人呢 患病的人呢 睡眠質素都會受影響的 那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很明顯 當這些病的人呢 很多時候呢 吃很多藥的 那你有時候呢 你就自己上網查 我跟大家都講過 有一個網子叫drugs.com 是 drugs.com 那你把你那個 吃的藥的名字呢 你打下去呢 你會看到很多 這方面的資料呢 那包括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應用 是吧 應用是什麼呢 那還有它的副作用呢 你不難是看到呢 其實很多副作用呢 包括呢 是影響你的睡眠的 的質素的 那所以 如果這些情況呢 當然呢 在我們的治療醫療的 就是 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你不需要用這些化學的藥物 有副作用的藥物呢 去處理你的健康上的問題 你要用天然的工具 那起碼呢 那些會減低藥物的副作用的 那所以呢 那藥物呢 其實一個很大的原因 那因為很多藥物呢 是會影響我們身體的 那個礦物鹽的儲藏的 會令到我們某些礦物鹽 是遞減了的 因為這些這樣的事情 這些這樣的事情 那除了之外呢 我還有其他呢 有些三大的主要原因呢 是令到我們睡覺的那個睡眠的質素 那當然第一 壓力啦 很多人都會說一下 是 無論你的精神壓力啊 情緒壓力啊 經濟壓力啊 或者個人的關係壓力啊 或者身體上的不同的壓力 那第二呢 就是我們的生活方法 生活方式 那就是我們社交活動啊 我們的睡覺是不是要休息啊 經常喜歡去蒲野啊 那這些都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問題 那第三呢 其實是營養的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的食物是足的 但是我們好的食物的營養 是很多時候都不足夠 那還有呢 有時候有些食物敏感 那食物敏感呢 都會導致我們那個 那個 出現那個問題的 那好了 那首先講一下壓力 那當然呢 那很多時候最常的記憶壓力呢 就是家裡出現問題了 那或者家裡有親人過身啊 那是不是 或者自己就沒有了份工 那這些差別很大的 那譬如離婚啊 親人過身啊 或者失了份工啊 那這些是一個主要的壓力的 那在芬蘭呢 那他做過一個很大型的研究呢 那他就集中在16,627位 男士和女士呢 是有睡覺的問題 那比較呢 25,572位呢 是睡覺呢 是有問題的 就是 所以 就是 1萬6千 1萬6千 是沒有問題的 那比較呢 是25,572宗呢 是有睡覺有問題的 男女 那根據呢 是五言的 跟蹤的調查 那結果呢 他說呢 通常呢 就是那個 焦慮 就是有些人特別容易焦慮 是 或者呢 是我們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生活裡面呢 那個生活之中呢 有些 有些負面的 的問題出現了 嗯 那當然呢 就是好像陳姨所說 沒有了份工啊 或者離婚啊 或者有些家裡 有些嚴重的人 有人病了 或者是有些 親人過身啊 那這些很明顯呢 都會影響到的 那這個研究呢 就在2007年呢 在一份叫做 睡眠的雜誌呢 就這張刊登出來啦 他說呢 有些人呢 就是當然啦 我們有 就是會出現很多 一些有壓力的 的事故 出現在我們那個 生活裡面 那當然 這個會影響的 那起碼呢 通常呢 會影響你 差不多六個月的 就是那件事 發生之後六個月的 那但是 有些人呢 特別 那些人呢 這些這樣的 就是睡眠的那些干擾呢 可能呢 是會出現到時 兩至三倍的 以上的時間 那就是很明顯啦 有些人呢 是對付壓力的能力 OK一些 那都會影響到 都會影響到 一段時間 對半年 半年左右 那但是有些呢 是特別敏感的那些 對壓力的那些 就遲渣是 長兩三倍的 那另外一個研究呢 在賓州國內大學 那些醫學院呢 發現呢 他呢 就是 怎麼會 就是這些 這些 導致 我們這些壓力呢 是導致 那些人的 睡覺的那個機制 出現問題的 譬如呢 他很可能呢 令到我們身體有一種的荷爾蒙 這種的荷爾蒙呢 叫做出 就是出腎上腺皮的 皮質的激素的促進物質 就是這些是做壓力的荷爾蒙的 是 那發現呢 這些 那些失眠的人呢 他那個 身體的分泌 這些這樣的 就是壓力的荷爾蒙呢 是特別高的 嗯 尤其是在 傍晚呢 和晚上的時間 那就是說呢 這個是一個 這個 失眠呢 就是我們身體呢 是長期呢 在這些這樣的壓力 荷爾蒙刺激之下呢 是長期呢 就很高度活躍的 嗯 好了 那 那我們當然啦 就是我們要盡量呢 可以想一些辦法呢 是調理這些這樣的 壓力的荷爾蒙 嗯 讓它呢 就不會那麼容易出現 不平衡的現象了 好了 那這些這樣的壓力 荷爾蒙呢 往往呢 是會怎樣呢 是出現身體不同的炎症 是身體的發炎的炎症 是導致我們睡眠的質素差的 嗯 如果聽過節目的人呢 都會記得呢 我們公司 我們以前沒有跟大家介紹的 那個 那個捷地線呢 是 捷地器呢 捷地器那個工具呢 其實呢 是最大的好處呢 大部分的用家的感覺呢 都是他睡覺會好處的 嗯 那因為為什麼呢 捷地線呢 是幫助我們身體 減輕我們身體發炎的狀態 是 那很多壓力呢 是令到我們身體的 裡面的機制呢 是很多出現的炎症的 那所以可以解釋呢 為什麼那個捷地器呢 那個 Earthing那個樣子 是非常之 非常之有效的 那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是我們 的處理 可以處理的方法 那另外一個導致的問題呢 就是那些酒精 那很多人呢 就有些習慣的 所以呢 就臨睡覺呢 就喝少許酒 嗯 那他通常呢 他覺得呢 這樣做法呢 是會令到他入睡得更加好的 是啊 都有聽過那些人說 是的 但問題呢 那我們的研究發現呢 雖然呢 有些人呢 是初步用過酒精 睡 就是臨睡前喝少許酒呢 是會幫助他入睡的 但是呢 這些這樣的效育效果呢 是隨著時間 慢慢慢慢去遞減的 嗯 而最後呢 反而呢 酒精呢 是會影響一個人的睡眠的質素 夜晚睡眠的質素呢 是令到他呢 就是更多的困擾的 這個酒精的影響之下呢 很多時候呢 那個病人呢 在睡到最後的那一半個 那一半個 就經常呢 就有一種 發夢啊 或者呢 就是有些事情 搞到他呢 就是不安那種感覺 嗯 令到他很難呢 醒了之後很難睡 那還有呢 我們發現呢 酒精呢 是會令到我們身體的尾呢 是慢慢遞減的 嗯 那尾的不足呢 就會也是一個原因呢 是導致我們那個 所謂叫做二型的 二型的失眠 那二型的失眠呢 通常的症狀呢 就是容易醒啦 是 就是夜間容易醒啦 醒了之後呢 就是很難回去呢 是沉睡的 好了 那除了酒精啦 那壓力啦 那還有一樣呢 我們都聽過呢 我們叫做 生理時鐘 嗯 的circadium rhythm 就是日頭和晚上的光暗呢 會控制我們的身體 身體的荷爾蒙的 親身荷爾蒙呢 是令到我們呢 醒或者睡覺 嗯 那有一個研究 在Science Daily 即是科學 每日科學的雜誌那裡 那他發現呢 如果我們呢 是用一種方法呢 是要強行呢 是把我們日夜的光暗的時間呢 去改變呢 是會影響我們的身體的 嗯 那好了 那我們通常有24小時啦 是啊 大家心理時常有24小時啦 那如果我們 他研究呢 是將一班 那些老鼠 是 是 就放入一個 十個星期呢 是20小時的 光暗的周期 嗯 不是24小時 是20小時 沒有什麼 那他用燈光啊 是啊 是啊 那用十個星期 只是六個星期呢 那些老鼠已經變成肥了 嗯 還有呢 那個腦袋呢 是沒有那麼靈活 還有呢 他的行為呢 是有改變了的 那就是說呢 只是用我們的 光暗 用我們的 光暗 來控制 控制我們那個 日和夜的時間呢 是 令到我們的身神代謝 是受了干擾 是導致我們那個 智力呢 和行為都改變了 嗯 那你 即是 即是將由24小時 就變成20個小時的 一個 一日的 cycle 那 明顯就是 就是吃多了東西 但是又做少了東西 會不會 是啊 那還有呢 其實我們都很多時候呢 我們經常接觸光的 沒什麼時間 沒什麼不接觸光的 是啊 原來呢 光是我們一個生命的 能量的來源的 嗯 如果我們身體是長期 是沒有光接觸呢 那人會死的 很快死的 那就是如果那人呢 困在一個黑暗的地方 黑暗室 是長期不接觸光呢 他的身體 他很快就命都沒有了 嗯 所以這件事呢 就不要說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 睡覺這麼簡單 是整個性命都是去影響他的 好 那 現在發現了 就是這個研究發現呢 他說呢 如果我們更改我們那個 生理那個周期 會影響一個人 或者動物 人 會對那個 我們那個 身體的免疫的影響 身份代謝的影響 就是那個肥胖 是 還有呢 就會感染的 就是說很容易患病的 嗯 嗯 所以 很多時候那些人呢 工作呢 經常要困 就是要搞生命的 生理時中搞壞 譬如 那些飛行員 是的 經常要過不同的州 那有些人呢 就是要上班 上夜啦 是吧 是吧 那些工人 有些可能是軍部做的人 都是要當夜間的 嗯 那也都有一些呢 就是在醫院裡面 是吧 醫院裡面很多醫生 也要當夜班 反而呢 他們那個 是影響他們的生理 那個那個 其實挺危險的 嗯 就是如果那個醫生呢 是晚上不夠睡 其實當夜間呢 其實他會犯錯的機會 是 是 那 那就是用那些 就是那些 所謂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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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電燈啦 就是光暗啦 就是跟著那個 太陽的周期 那樣 那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會令到我們那個 譬如那個 那個退黑激素 嗯 那如果你的夜晚黑 就是本來是應該黑的 那退黑激素會出現 是 那讓我們睡得好些 那但是因為我們有些 現在很多的 就是很多燈光啦 是不是 那就會令到呢 我們退黑激素呢 是出現不到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這些這樣的 就是那個 控制了我們的 生命時速的光暗呢 是很危險的 好了 那現在為什麼會 這個問題會這麼普及呢 很明顯呢 現在我們呢 就算這個燈不開 我們通常會做什麼呢 拿著電腦 是吧 看手機 那它裡面呢 其實呢 就是一直放很多的光 是 那而很多時候那些人呢 會什麼呢 在臨睡之前呢 大部分呢 都是看一下電視啊 看一下電腦啊 做很多的 就是機動的那些遊戲啊 或者聊天啊 之類的 那就是很明顯呢 就是這些是一種光 這種光是直直散在眼裡的 嗯 雖然你的燈可能沒有開到 是 但是呢 這些這樣的 現在電子的那些 那些用具的那些光呢 大部分人都是做的 就是經常都是的 那研究發現呢 百分之九十五個人呢 通常呢 都是臨睡的 最後那小時呢 都是搞這些這樣的 這樣的事情的 那有一個研究呢 它說呢 差不多六個有十個 十個裡面有六個人 六十個巴仙呢 說呢 他們通常呢 就是晚上呢 就起碼用電腦 用幾個小時的 嗯 有時候呢 是臨睡那個小時都會用的 那其中一半呢 他們呢 就說呢 她的晚上呢 就喜歡上互聯網的 每晚都做 就是臨睡 就是臨睡那個一個小時都會做的 嗯 那其中一個呢 在澳洲的研究 一個叫做 澳洲的 Flindler University大學 那 他呢 就把那個科技呢 就分序呢 有兩類的 一類呢 是被動性的 的接收 比如看電視 聽音樂 聽音樂 那有些呢 是有互動性的 那譬如玩電子遊戲機 和人聊天 或者在互聯網 大家交流 那這位研究發現呢 他說呢 是有互動性的電子 電子的活動呢 當然呢 是令到我們呢 更加醒覺 令到呢 是令到呢 是令到呢 我們睡覺呢 是更加會受到干擾的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呢 如果你發覺自己的睡眠質素 是比較有問題呢 那記得在這方面呢 是你自己去改 因為這個是你的生活方法 是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過去五十年來 我們看到呢 就是差不多呢 就是差不多呢 在睡前的看電視呢 是差不多是必定的行為來的 各個人都是做的 沒有什麼不做這件事的 沒錯 那所以 也都可以解釋到 在看電視 那些資訊的科技 那個電腦啊 那個手機啊 那個玩那個電子遊戲啊 還有很多的音樂都好 都是有很多的光的樣子 那這些用得越多呢 可以這樣說呢 你睡覺呢 是越受干擾的 那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年輕這一代呢 是很多時候呢 他很嚴重的健康的問題 還有那個 那個腦袋的那個 那個認知 設計的問題 還有呢 其他身體的不同的毛病的 嗯 好了 那所以呢 手機的用啦 尤其是呢 是聊天啊 或者打訊息呢 在臨睡之前用呢 是一個 肯定是會影響你的睡眠的 嗯 那其中呢 有一個十個有一個 三十歲到四十五歲的人 就是九個百分之說呢 他們呢 很多時候呢 在晚上呢 就會被這些這樣的手機啊 text message 呢 就吵醒的 就是你手機在旁邊 就是按照是 灵便的 就按照的 去看 去、搞一下它 那其中有呢 就是 五位、有一位 差不多二十個百分之екст 十九歲到二十九歲的 和呢 二十個百分之呢 十三歲到十四歲的人 都說呢 差不多每晚是發生幾次的 嗯 那就是你看到呢 為什麼人們睡得那麼差呢? 嗯,OK,好 這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失眠流行病的背後成因 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派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療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今天的題目就是 失眠流行病的背後成因 袁先生,上一節你幫我們帶出了 失眠的成因,有壓力的問題 世界各人都供應了壓力引起睡眠的質素 酒精,還有在生理時鐘上面 因為現在也有很多光源的光污染 影響到我們身體的 賀爾蒙的不平衡,影響到睡眠的質素 剛才你提及過,原來營養方面 都影響到我們失眠的 或者睡眠質素方面 這方面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當然,很多人說 現在人們有這麼多食物,食物這麼充足 他們都不會想到營養不足 營養不良這個問題 但問題我們知道 現在我們這些食物 營養其實不太足夠 當然,有些抗物質方面 我們的種植方法 和食物的處理下加工 是令到很多的抗物鹽流失了 還有在我們現時的生活裡面 因為生活的壓力 以及我們污染的環境 我們現代生活的特別要求 令到我們身體 吸收這些抗物鹽的能力 都受到障礙 所以這樣說 我們根本就是 很多時候是吸收不到 也都用不到這些抗物鹽 而這些抗物鹽 對我們身體的神經系統 安穩的神經系統 我們神經的發放功能 或者停止它的發放 這些都受到影響 很多研究發現 其中一個主要的抗物鹽就是尾 尾是幫助我們睡覺的 其中有一個研究 有差不多超過200位的病人 這位醫生 只用一個簡單的尾 補充劑 來幫助失眠病人 這個已經很久了 在1976年 在滿地可一個學會 他講一個題目 就是尾在睡眠所辦的角色 他說他用尾這個簡單的工具 是令到很多病人 差不多99%的病人 都很快就改善了 而且令到他的焦慮 和日間的緊張情緒 是大大減低的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人有些食物敏感 我們要查一個 食物敏感 原來很多時候 當食物敏感會影響我們身體 產生一種叫Histamine Histamine 這種化學物質 是一種刺激性 令到我們的身體 興奮狀態 如果因為你的身體 食物敏感 導致長期產生 很大量的興奮物質 那身體就沒有辦法放鬆 就放鬆 好了 另外一個營養問題 就是蛋白質不足 蛋白質不足 尤其是大家也聽過 我們的身體 足夠的蛋白質 會幫助我們的身體 製造神經的傳遞物質 調理我們的身體 這些神經傳遞物質 很多時候 直接影響我們 製造一些睡覺的荷爾蒙 這份是說紐西蘭 在紐西蘭 很多收入比較低 社會階層比較低的人 還有其他國家 很多時候已經出現了營養不足 導致睡眠的問題 不同的營養也是 不同的營養也是 有個研究 他們發明了 有一個就是 蛋白質安基酸 叫做Tryptophan 即色胺酸 Tryptophan 在那個 就是 就是 疲不足 就會導致我們 那個睡覺 那個 深入睡眠 就是發夢 那個階段 睡覺 發了夢之後 這個人的感覺上 睡眠會更加好的 我們也知道 這個色胺酸 Tryptophan 是會 直接參與我們 那個血清素的製造 那麼 血清素 就會 身體 是 將它 變為 那個 脆黑激素 慢慢 就令到 我們那個 睡眠的荷爾蒙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 為什麼 身體正常的蛋白質 就是色胺酸 Tryptophan 是不足 會導致我們睡眠 是直接影響的 那 Tryptophan是喝牛奶 是吧 有些人喝牛奶 去 淋飯之前 喝半熱奶 有幫助 那也有些人吃一些 巧克力 巧克力 都有幫助的 好了 那 那 很多時候 我們睡眠不足 其實很多人都頂著想 是 沒有辦法 雖然大部分人 請說大部分人 睡眠都不太好 但是他們 怎樣去 去 去撐這件事呢 那麼 很多人以為 哎 早上起床 喝杯茶 喝杯咖啡 OK的了 但是他們不知道 慢慢地呢 慢慢地呢 你的身體 那個新陳新化的適應能力呢 慢慢地呢 是影響他們那個健康 還有那個腦袋 還有那個整體的生 那個生命的 是 好了 這個是那個世衛組織 那他說 他說發現呢 睡眠不足 不足的影響呢 包括我們身體 身體 就發現什麼呢 他很眼睡 OK 他人很累 還有高血壓 我試發現很多時候 那些病人呢 是工作得很辛苦的 是 長期不夠睡的 那其他都會出現高血壓的問題 是 好了 還有那個智力的損害了 那就是他那個 平時的工作的能力 減弱了 還有那個集中力 還有那個動力 是會減弱了 還有那個集中 是不是 十分仔 學生是嗎 就是上課 接著集中不到 還有那個腦袋那個 那個能力 都會影響到 那還有呢 工作裏面的意外 會增加 尤其是駕車那些 是 那還有其他一些 是那個精神上的問題 那 當然了 睡得不夠的人 覺得日後 用不了腦 想不到事情 是不是 對付壓力更加差 那還有記住呢 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 都會因此而影響的 OK 那所以呢 到嚴重一點 如果你是 真的全部睡 沒有教訓的那些 是會令到那些 有些動物是會死亡的 嗯 會直接是會死亡的 是 好了 那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有經 就是試過 昨晚睡得不好 媽媽的 那通常呢 那他們會 日後在工作上 黑眼睡 是 是 是 那或者最危險 就是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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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呢 如果他是 發覺 整天不夠睡 差不多 四分之三 74% 就是 30歲以上的 他說 睡眠不足 黑眼睡 是會影響他的工作 嗯 其中還有三分之二 成人 61% 他們發現 睡眠不足 影響他的性行為 和親密的關係 影響得到 嗯 那還有呢 他說還有四分之一 他說 他們 因為他工作慣例 他工作太忙 是安排不到 有足夠的睡眠時間 當他問一下他 為什麼會睡眠不足 的情況呢 他說差不多 85% 都說 他會影響他們的情緒 是 那時候容易發脾症 沒有什麼耐性 還有72% 都說 他會影響他家庭的生活 OK 還有家庭的責任 還有68% 他說 連他的社交活動都影響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問題呢 就是影響很大的 不單是你身體上的毛病 你家庭的毛病 還有你個人關係的毛病 都是因為你睡覺不好 導致 所以這個問題 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輕視他呢 是的 這個也是很嚴重的 就是現在有時候我們在街上 都是 經常見到那些 很多些人都是 經常都說 很多黑眼圈 紅貓眼 這些這樣 眼袋又大 都是跟他們 因為可能睡眠質素 睡不夠 或者是剛才以上的幾種原因 引起到這些問題出來的 但是我們剛才說 多數都是說 成年人 或者是青少年人 在小朋友那方面 都會不會有這個影響到呢 大家都可能 都有些經驗 主要是小朋友的經驗 就是青少年人通常要睡得多的 是的 也有很多的家長 很緊張的 青少年人就要早睡了 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說他家裡有一個情況 就是 因為那個媽媽緊張的青少年人睡覺 有時候那些媽媽去探望他們 都不讓他入屋 不讓他入屋 因為會影響青少年人 有時候我覺得 好像太過份 青少年人有時候未必能吵醒 有很多家長 很緊張的 八點鐘就要放上床 是的 我聽到有很多都是這樣說的 不管了 總之八點鐘 你任何一件事情 在家裡都不可以做的 要全部靜止 停止 關燈 不可以有任何干擾 讓那些小朋友去睡覺 這個做法 其實有沒有道理呢 其實都是有道理的 因為青少年人 睡得不好的青少年人 那個影響都很大的 其中一個呢 是那個 那個 North Weston 在Illinois的一間大學 很出名的大學 研究了五百位 學前的小朋友 發現 如果他的睡覺 是 在少於十個小時 就是那個 就是二十四小時裡面 就是很多小朋友 有份冷革的 整體來說 少於十個小時 他發現 差不多是有 百分之二十五的 百分之二十五的 的行為 有 就是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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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的小朋友 會快一點的 還有呢 很多時候 就有些 會經常有些 所謂叫做 不受控制的行為 對嘛 潛水啊 對呀 發 nano茶呀 蒸哩瓜啦 還有呢 有些是 侵略性的行為 不聽話 不聽洗不聽話 會多一點的 這個我們都經歷過 很多時候你見到 嬸仔就是 突然悶嘴 不安 通常家長都知道 他睡得不夠 他黑眼 扭眼分 是呀 是的 這個很容易 大家都見到 這是 還有他發現 如果睡覺有睡眠有困擾的腥氛仔 他不單止跟健康上的問題有直接關係 比如敏感多些 耳朵發炎多些 還有聽覺方面都會容易有問題 還有很多腥氛仔的情緒方面 焦慮、閩診、侵略性的行為 多於睡覺睡得好 通常心粉仔的問題 睡覺問題 可能嬰兒嬰兒嬰兒多 慢慢的都會剩下 有時心粉仔可能身體不適 作為智慧子女 當然是一個健康的小朋友 一晩睡得天亮 在我們處理病人中 比如懷孕 已經先讓我們處理他 生完孩子之後 就聽說不要亂打他們 他們的心 她發現嬸嬸嬸嬸是很臭的 一瓣就睡到天亮 有些是因為餵奶 可能她的餵奶奶量還未夠 嬸嬸嬸嬸嬸嬸早起 晚上都要餵奶 但其實很快很快 三個月左右 她就已經一瓣就睡到天亮 因為其實你不用怕她餓的 你睡覺的時候你需要的食量是減少的 所以應該健康的小朋友 是一瓣就睡到天亮的 如果有問題 應該是及時早點去處理她 在我們的經驗裏 和我們的妖化處理嬸嬸嬸嬸嬸嬸 如果有獲物的睡眠 就非常好 不用怕時候有什麼的 營養素她吃不可以 他還有很好的關係 還有 每位研究發現 原來有睡眠問題的小孩將來是有控酒和吸毒的問題 這個影響這麼大 原來真的有這麼大的影響性 譬如有些小孩早期三歲到五歲是一般的 你可以預測將來到青少年的時候 睡覺問題會持續的 十一歲到十七歲 從而你可以預測到青少年的時候 十八歲到二十一歲 他那種毒品關係的問題也會有關連 不單止他的身體方面 原來他將來吸毒 即是容易被引誘到服用這些傷害身體的毒品 藥物等等 因為這些睡覺不足的年輕人 他的衝勁和衝動的行為是比較難控制的 所以在衝動之下嘗試一些毒品 也可能有些人疲累 也不知道做什麼好睡不到 有人疲到死 就開始喝酒 喝到的人最紛紛 有些人疲累 但又可能要應付一些工作 或者考試壓力的時候 尋求一些刺激性的東西 去做一個提神 可能喝酒之後 他可能會麻木一點 睡了就算了 對 以為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失眠的小朋友的失眠 睡得不好 其實就要及早處理 不要當他是 沈粉仔是這樣的 是啊是啊 當然沈粉仔睡不好 大人也睡不好 是不是 整天醒一整天醒 有時候一方面 可能媽媽唯有處理著他 不用上班 唯有頂住 但是你叫做 睡眠這個問題 其實是非常非常之嚴重的 好了 有時候你問 我們到底 我們睡眠的問題 很多人都不用說 他都明白的 譬如一個星期 有幾晚睡得一般的 你都知道是 但是很多時候 那些人自己不知道 其實你睡覺是有問題的 譬如你的鼻孔聲很大 其實這個肯定是影響 睡眠的質素 或者有些睡眠窒息症 那些人也是的 其實睡得不好的 睡覺的時候不夠養分 所以早上起床 睡完 就算你告訴他 睡了 計個鬧鐘 睡了十個小時 但是其實可能他起床 都還是累了 累了 累了 或者發現你經常很容易 就黑眼睡 在車那裡 坐車就不要說了 駕駛也是這樣 那些人看電視 沙字母書看 平日的活動 很快就黑眼睡 這個也代表 其實現在睡眠是有問題的 好了 當然很多人都自己知道 睡覺睡不到睡 睡了之後 整天在中間醒 醒了之後睡不回來 搞了搞很久 還有一件事 比一時覺得很不安 好像有這種針刺 在腳上睡覺的時候 有些麻煩嘛 其實這個也代表 它是影響你的 影響你的睡眠 還有你發現 晚上睡覺 突然之間火上要睡醒 或者發惡夢 或者痛 或者一些不適 或者一些小小的聲音 都會影響你的睡眠 或者陽光太冷 太陽太暗 或者溫度 都會有問題的 其實睡眠這個問題是很多 除了我們曾經所講的原因 很多是因為健康上的毛病 有些病例如心臟問題 很多癌症 死化問題 你都是這樣看到 你一定要想辦法處理好他的 在我們的病人裏面我們發現 首先要這個人的睡眠是一定要幫他處理好 如果睡眠不處理好 你什麼都無法處理 所以在我們的集中治療 我們想辦法處理好睡眠 還有他的消化系統 百分之五十的病和你搶的狀態 搶的抑菌狀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的大前提在我們治療醫療處理的手法 我們想盡辦法整體去處理個人 如果整體處理得好 你會發現睡眠的質素會改善 如果睡眠的質素不改善他 他那些慢性病 你做什麼都改善不了 即是兜兜轉轉這樣 很多時候病人覺得 我只是這個問題而已 他沒有想過原來這個問題 而引起睡眠睡得不好 而睡得不好的時候 其實又會影響你本身病的問題 兜兜轉轉好像這樣說 為什麼經常都治療不好 有些人也以為 反過來以為 我睡得不好 那我就去找一些 篩藥就是安眠藥 鎮定劑 或者甚至乎 都是找一些放鬆身體的方法 希望從而這樣睡得好 但又不知道 原來背後 好像剛才袁醫生也說過 很多原來我們的營養不足 或者我們吸收得不好的營養 都可能會引起 我們那個睡眠質素不好 對不對 所以應該不要說 要有單一的問題來處理 是需要整體整個身體的方向來處理 是不是 袁醫生 是的 OK 希望大家都了解 在治療醫療 和一般的醫療有些不同 其實我們醫病 是一定要整個人去處理的 整個人處理也好 他消化好 吸收好 睡眠好 精力充潑 其實很多很多事情 就會慢慢慢慢改善 還有他當時所謂的毛病 也都會因為整體的健康改善 會慢慢問你的病都會好 OK 好 多謝袁醫生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理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